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诺尔·图克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番文章中 呼吁美国公司抵制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 不要做中国在东东决散暴行的同谋 他表示从我记事起 强迫劳动就一直是中国打击维吾尔人运动的核心部分 不幸的是几十年后 劳改营和强迫劳动仍是折磨着东东决散数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的可怕现实 文章指出 虽然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 但是如果美国公司不采取有意义 并且非同寻常的行动的话 使用了维吾尔强迫劳动的产品将继续进入美国家庭 他在文章中称 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非常措施 来抵制维吾尔人地区的强迫劳动 而且拜登政府也表示 有兴趣解决中国的经济行为 包括强迫劳动的问题 在一个种族 宗教团体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 最系统性的破坏的关键时刻 美国企业必须有所作为 采取超出禁止调查的措施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周三表示 东京对维吾尔人的局势感到担忧 那个官方长官加藤盛兴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密切关注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 他补充说日本政府将在此问题上坚定地将立场转达给中国 他还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上尊重自由 人权和法治的重要性 加藤发表上述言论前 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 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已对维吾尔穆斯林和该地区的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 实施了种族灭绝 他还说我相信种族灭绝正在持续 云南省昆明市一名男子昨天在市区持刀截止人质 导致7人受伤 1人尽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最终开枪击毙犯罪嫌疑人 据报道昆明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 昨天傍晚时期是许 一名男子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辖区东风西路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门口 持刀治伤7人后 截止一名人质 涉案协议人王某霞是昆明人男56岁 多段视频显示 当天一名戴着黑色帽子下巴挂着口罩的男子 劫持了一名学生的人质 蹲在一个学校门口的角落里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当局以恐怖主义为借口 将数十万维吾尔人囚禁在集中营和监狱 但至于一个汉族人犯下的残酷罪行 却没有称呼恐怖主义 政府数据显示 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 2020年击败俄罗斯 保住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的地位 中国海关总首的数据显示 2020年沙特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即8492万吨 获约169万桶每日 中国去年自美国的原油进口量增加了两倍以上 应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下 企业增加采购 有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发起的条约 1月22日正式生效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哈里克宣布 禁止核武器条约自新規武器生效 这项条约旨在禁止使用、开发、生产、实验、部署和储存核武器 也禁止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 这项条约由201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创意发起 虽然全球122个国家2017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这项条约 但到目前为止只有50个国家正式批准 这是条约可以生效执行的最低门槛 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 9个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没有签署这项条约